第128集 这间洗浴中心 刚好现卓儿在里面投了一笔钱 是一个不是很大又不是很小的股东仔 他这样做就方便用来招待自己那些 三教九流的朋友仔 只不过今天 他一张单道见到不应该见到的人 这个美女真是具有将人惹到生气的能力 现卓儿一脚将装有余料的碗就摔到余池 那两条肥腾腾的锦里抹大的口 将整碗的鱼饰全部能吞个一干而净 跟着很艰难地在水面上养泳 哟 又要换雨了 而燕卓儿的面色就黑个锅里了 礼手将全真过来的文件塞在垃圾桶里 他给了甘如三万元 有两万元竟然进了这间洗浴中心 这笔钱是他希望甘如精打细算去招兵买马的 将方星海的美人态将它搞落线 不是叫他喂马蛋蛋这只肥猪的 那是怎样啊 取之于闻还之于闻啊 唉 算了算了 燕卓儿立刻拿了两片伪生素 扒了下去 三万元而已 都不够他明天在花鸟市场上 叫人换了那两条鱼的价钱呢 这个时候 燕卓儿打了个电话给郭行母 希望这位美女广告商 可以和他出席一个内部的酒会 不过这个做好年度计划 暂时空闲的美女广告商 直接就拒绝了他 不好意思啊 我约了人了 燕卓儿的心就吊了两下了 破天荒地问了他 谁啊 金鱼啊 他说有个傻子给他一笔钱 不用的话就浪费了 请我去银泰大厦顶楼的观光餐厅 吃法国餐哦 你知道啦 如果不是商务宴请的话 我真的不会去那么好的餐厅 每次陪客呢 又不可以好好吃饭哦 郭行母说完之后 燕卓儿真的没声出 他足足花了整晚的时间在那里想 他当时脑子是不是抽筋啊 觉得这个这么奇怪的女人 有着世界上最有趣的灵魂 可以帮助他在金钱世界上登顶 就算是北位45度的回归线都好 都不够他这样骂人兜个弯大 居然懂得透过国行母把口 骂他的愚蠢 不愿意拼得到 遇到真正的傻子啊 为了不在大家面前承认自己是盲了眼 但凡在金元身上投注关注度的人 都默默地回收了眼神 这样的第一手资料 真是热烂烂的 成为了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 而真正的大动作 就好像水草般在下面滋生 水面是平静无波 在巨轮底下 没有去过的地方 密杂杂地结出烂缸的气势 麻蛋蛋那只肥腾腾的手指指着六寸平上面 照折的位 在他以前 通常都是出弓不出力的 现在真是疑不得手指指着那个地方 把他刺爛了 这个是麻蛋蛋的笨手东西 确定一个人的位置 而且向对方发送珍藏意赖 还舍不得拿出来分享的激情小视频 在远程控制这个人的手机 读取他的通讯录 接着确定对方身上 正围着几个常用的联系人 哼 就是这样 众声拱月啊 怎么办啊 告他一个在众嫖娼啊 麻蛋蛋确实是个人才 从定位上可以见到星星之火 可以瞭缘的希望 照折在哪儿商量不好啊 现在居然在一个吧里 吧 比KTV的档次高 比正正经经的酒吧又低一点 这些地方 女性来吧台可以部分酒水免单的 而男性就一定要买单 晚晚 有人从中见到商机了 将甘鱼缸的游戏 从洗浴中心搬了出来 蒙蒙隆隆地玩出了新的情调 赵捷大概就吃了炮子蛋那天 他老爸现在还住在招待所 自己急急地来这里欠地盘 甘鱼整个人哄起来 本来还在想着 再去找一个赵捷的破责 真是想不到赵捷这个大只佬 竟然会智慧长城 急于空来就说 喂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啊 麻旦旦再一次发挥自己 作为一个技术黑客的卓越优势了 果断地打车来到那间吧的旁边 黏上巴的无线网络 通过入侵监控室的网络 就可以直接看到CCTV的监控现场了 赵捷 方星海 那些人已经到了半了 房间就好像裙摩乱舞一人一支烟 整房间烟雾缭缭 两个身材曼妙的女孩坐在赵捷的大腿上 正在喂着她吃水果 而金鱼小也想不到的是 一个身材曼妙的年轻 正坐在方星海的身上 方星海的飞机头 在模糊当中的光线 看下真是软到鼻 麻旦旦搓了两下手 正打算和金鱼商量一下 说自己不去了 左扫扫右扫扫 这个年轻不见了 她倒在头一看 戴屏幕的手机 发现这个年轻已经在屏幕里面了 金鱼三两步 穿过那个扭着腰的万妙伸脂的男和女 穿过五颜绿色头发的年轻 直接走到赵捷的面前 照着啥一声就彈起身 真是宜不得好像拍乌鹰似 把这个年轻拍死在地下 她 几岁了现在 还要当街跪老爸 被老爸拿着对鞋 捏着耳朵 不停在那儿打 回到家后 还跪了一整晚 现在濕头哥还在肿 赵捷离手 拿起一个啤酒瓶 一脚踏在桌上 冲向金鱼 就拖过去 这间窄窄窄窄的房 金鱼已经成功激怒了赵捷 她整个人疯了 大声地说 还敢来 我要动着进来 打横躺出去 纷纷暗暗的光线底下 大家的视线 全部都望来这一边 冲突 矛盾 伏手 都是时下最受欢迎的元素 赵捷在等金鱼 求她 扣她 如果在这个跌倒的地方 可以重新把气场找回来 那就好了 但金鱼跟着她 她会怎样做呢 她嘟了嘴 很邪恶地笑了一下 然后展示了一个 黑金为止 二十九年来最棒的表演 她抹大她的嘴 露出两排白白白白白白的牙 在这个角度来看 望着又清纯又可爱 麻烦烦捧着手机 在高清像素底下 都没有见到金鱼在做些什么 她只见到 照着好像有那么一秒钟的灵制 接下来 她拿着瓶 兜头兜面地 撥到金鱼的头上 在那一时 整间酒吧 整间房 都静了 喝酒搞事的人 多 但在这个现代的社会里 大部分的人 都是因为压力大 想要借酒消瘦 如果想一时口爽 将人家的臉打得熔熔烂烂 乱几针的话 随时随地都可以上头条 麻烦烦 立即掩着口 没有喊出来 那个啤酒瓶 在金鱼的头上 就好像烟花那样炸开了 玻璃炸在魏虹灯底下 反射出五颜绿色的光 那酒瓶 还剩下半支的液体 你吟到周围都是 而金鱼 整个人都反转了 他首先就躲在一张酒桌上 酒桌被巨大的惯性 又倒下来 就算金鱼已经挖着一块桌布 也阻止不到他 躲在地下的趋势了 整张桌就倒下来 直接扎在他的身上 平日高挑有力 看下似乎无所不胜的金鱼 现在这一刻 就像一条离开了水的金鱼仔 在干旱的陆地上苦苦地挣扎 他躺了半天 无论如何都没办法从桌底下转出来 痛 真是痛 他全身上下还微微地抽搐 欢迎收听《黄金链》 本作品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南月飞星社》制作 作者 常书印 主播 小善说 第129集 这个时候 人群当中就有人尖叫 还尖叫到失声 女人的高音穿透力非常强 这间酒店的服务员 立刻就跑上楼去叫老板 老板踩着楼梯就鼠下来 竟然敢在地盘打架 他家店还要不要开 如果真是万一玩手打死个人的话 他家店以后就没人来 这群抵死的跪里奴 老板一路落楼梯 一路快打120和110 他现在就是求神拜佛的事 不要搞那么大 如果不是的话 他真是挺倒下 照折这一面 他后知后觉地 望着眼自己手里面的啤酒瓶 原本有少少醉酒的感觉 现在都烟烧云散了 他小时候都想不到 自己竟然这么冲动 居然用啤酒瓶 搏穿甘如的头 在他现在这个角度 可以看到甘如轮转半边面 全部都是血来的 照折忍不住 抹了自己的臉 觉得自己的背脊 现在都透心凉了 甘如还对着他在这里笑 那种是疯狂得戚的笑儿 原来当时 甘如两排白白正正的 牙仔中间 噴了整阵水出来 还准确无误地 噴在赵折对眼上 就好像那些高压水窗 噴完之后 搞到人家不断流眼泪 原来这个小妹 口里面含了整淡戒末油水 当时赵折就受了刺激 手里面的酒瓶直接摸下去 他看见地下一个爬都爬不起身的人 赵折觉得自己都吓了 而现在在他手里面 还有半个啤酒瓶 他趕快扔到一边 而在他旁边 摸到所有东西的方星海 都默默后退了两步 炸家衣似扮不识了 从他的角度和距离 是看不到甘如口里面 噴出来的芥末油水 他的心就觉得 自己这个partner 这一副真是废了 他废就废了 这样做的话 可能还会连累自己 派出所的民警 不够十分钟就齐齐齐来到了 而一二零救护车就迟少少 殷困早就散了 马蛋蛋晨早就冲过去 把桌面掀起它 将躲在地面的甘如扶起身 这个小妹的手都损了皮 血一滴一滴滴在地上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他也没有忘记对着赵哲树了一只中指出来 看到那些血从中指到滴滴滴下来 那个样子看着令人惊 就算他现在的喉咙 做吞口水的动作也很艰难 但他仍然坚持勉强做了一个口形给赵哲看 我赢了 赵哲由出生到现在 他从来都没见过这么硬正的女人 这个女人为了打残她 真是一点都不怕死的 马蛋蛋差点哭了出来 远远远远好像个包般缩成一团 就说 甘如其实没有跟马蛋蛋具体说过 他究竟要怎样做 但之前两个人一起谈 召节收数的时候 就常常讲笑地说 惹不起惹不起惹不起 那怎么算好 而现在这句口头善 正好好全部都说出来了 派出所的警察都很生气 他们和赵哲这种人渣 打架到的时间真的够了场了 赵哲是我们当地的死害之一 不是什么 甘如现在 就不能回答他们的问题了 赵哲恶死伦敦地挖住他 然后整个木头那样被警察带走了 最后 甘如最终都顶不住了 他两脚一圆 整个人就蹤了在地上 这一次 他是真是 暈了 救护车刚刚赶到 医生和护士衝过来 把台在担架上 他这一局 在险锋当中 赢得无限风光 很快脱 甘如被赵哲 这一切 爆瓶住院的消息 就放在慈青园的办公桌上 而另一份 是甘如自己整理出来的资料 也放在慈青园的桌面上 这件事的最后结果 就是他和赵哲进行了和解 赵哲将积累这么多年 和颜值贷款相关的信息 全部都转给甘如 这里里面 包括了完整的贷款APP 运作的过程 还有 还不到贷款的女孩 常还贷款的方式 这些加加埋埋 黑色地带和白色地带都齐了 这些这样的资料 在收费和借款的时候 是分开的 只得照折这种 在街面上拌了这么多年的老流文 才有这个人脈和需求 将两样东西合在一起 用来连接上家和下家用的 而这些资料 不少都是欠贷款的女性手写出来的 上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信息 慈青园看着这份沉甸甸的资料 微微地扭了一下头 又扭了一下头 她想和甘如联系一下 但是又不知道 重贺说起 而电话接通的头 就吱吱喳喳响过不停 听起来好像很热闹 甘如那把很清脆霸气的声 就响起了 哎呀 我真的很忙 折爱春的牌 刚刚摘下来了 这个地方以后归我的了 我正在换我折爱春的牌 你猜一下 我和我家新店 起了个什么名 两个工人踩着个长梯 用电鞋将已经掛了三年的捷爱吹的牌 连同钢筋一起就切开了 另外还有两个工人在地面 用蓝绳绑着滑轮 躺着腰 将一个人这么高的牌 慢慢拉下来 折爱吹这三个字 落地之后 因为重心不够稳 就很大力地蹦一声 扑在水泥街道上 占起了整地的灰尘 这间公司牌 就这样倒了 也没有人扶一下 好应景的是 隔离晨组就已经站了一个 收买烂铜烂铁的阿伯 正在和麻旦旦讲价 乘斤算量的斤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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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斤 在手里面 就拿着整搭 嘲嘲猛猛猛的一蚊子 两个踩着楼梯的工人还未下来 在上面等着下面两个工人 将蓝绳穿过新的招牌 用滑轮升上去 再通过电刊刊接 将它们挂起身 全程甘如都在下面盯着 他头上前了一圈又一圈的白纱布 罩眼一看 还以为戴了一顶白色的帽 他抬高一手 挡着刺眼的阳光 瞇着对眼 用另一手指指着就说 啊 左边啊 高了一点 是是是 拉低一点 哎呀 右边又高了一点 左边 左边这里啊 再抬高一点 罩眼一看 这样的气氛 真的似足年三十家家户户 在这儿贴着春戀 不知多喜庆 啊 这样还不得是 这个小妹啊 还正中歧视地在超市里 买了两斤 红红绿绿的糖 周围的铺桌的老板都围过来 甘如就每人发一堆糖 啦啦啦 食糖食糖 好 希望大家以后多多关照我们的生意啊 等着你照顾我们的生意 我们照顾你的生意啊 哈哈 港银这个是围着围困 又做老板又做伙计的四十多岁的壮寒 他在这里已经做了十六年的鸡蛋罐饼 由推车仔到租到铺面 再开成二家似模似样的饭店 而另外一个成衣铺头 即羊毛毛衣的大姐 离手拿了一堆糖 就说了 你这间铺啊 我们哪可以日日上门才行的 甘如笑了一下 望着自己新挂的招牌 明日吹 就是这样 明日吹取代了节外吹 但是怎么也好 都是收数的公司仔 马蛋蛋 躺下躺下躺下躺了过来 手上绑着两杯热饮 软软软好像大号的饭头笑着话 哼哼 哼哼哀 就换了这两杯奶茶 第一百三十杂 哼 我们绝对不可能变成两杯奶茶的 嗯 哼 我们起码都要变成 男士的两套房 甘如说得相当之霸气 就真是只愿这间店铺可以赚钱 马蛋蛋对眼即刻就发光光 哇 朝阳行业啊 要努力 要奋斗才行 甘如和马蛋蛋 两人一人一杯 咬着奶茶里面那些黑珍珠 哲爱吹已经落幕了 由现在开始 将是明日吹的江湖 甘如多勺了一眼 貌似这个年轻 还化了淡妆 不过 黄体电体都零射眼熟 她的脑海 立即连接到燕卓尔和顾飞 还有王者对比了一次 但也不知道这阵熟悉感在哪里 直到这个人走到她的面前 双手插着的袋 下巴 凹起身 她才发现 是啊 某宝的爆款 这个一心一意跟着潮流的方星海 真是活生生一个某宝唱销版的男模 在甘如收了赵子的业务之后 方星海就很自然而言地成为了她的老板 这家催修公司 明面上的老板是她 但是实际上 她只不过是个过佬财神 只不过赚明面上的佣金 背后还有几个投资人 几个老板 而方星海就是其中之一 其他的老板 甘如坚都没见过 方星海拉着行微就说 明日吹? 嗯?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我生代明日万事成初陀 今儿点着一支燕 配着奶茶整阵的怪味 方星海笑了一下就说 你都挺文艺的 现在贷款太方便了 手机充满了电 下载十几个APP 十几分钟就可以贷出十几万了 大家在手机上付款下单就行了 都好像不用钱 手指头画一画 坐在家里等着收快递就行了 他们只知道还款时间在明日的明日 以为还款的日子永远都不会来 实际上不知不觉已经变成了今天了 哈 太款的都是傻仔来的 麻蛋蛋插了把口就说了一句 跟着一口就把奶茶喝清光 节外吹最后少少的正如价值都拿干了 我们今年刚刚太款买了三套房 帐幅比太款的利息更要多很多 方星凯听到之后嘴角上扬 面上显示出掩饰不到的得戚 我还还得起明日的贷款 方星凯对手还是插在褲袋上 轻转身就走了 留下一个很潇洒的背影 耶叉 记得早点起床做事 不要拖到明日 接着下来搞笑的是 方星凯只顾着指挥金鱼 真的没有留意自己在脚底下有够狗屎 当他发现的时候避都避不及了 两只脚一缩一扭 整个人就扑到在地上 扑了戒 金鱼和麻蛋蛋都忍不住 笑得很开心 金鱼第一次请慈青园吃饭 是来一个七拐十八弯的火锅店 黑黑实实的大煲放在炭火上面 又浓又稠的红汤底 煮着又烂又远的牛筋羊筋 整个场面热气腾腾的 在升腾的热气当中 慈青园看着金鱼头顶上面 一圈又一圈的白沙布 筷子几次拿起又放下 指触一个幽国幽闻的老父亲 看着自己和国殃闻的女 这个表情够酸爽啊 金鱼的心就慶幸了 幸好自己不是慈青园的女 如果天天面对这一块面 饭都吃少几碗了 鬼知在家里 是不是天天要上几堂政治货呢 慈菊啊 你是不是年纪大 牙不好啊 咬肉都咬不开啊 金鱼一开声就带几分挑衅了 唉 我啊 就是把这些大块大块的肉 切开的尖刀来的 有多少肉我就切多少 至于你的胃口有多大 可以吃多少 这个不需要我关心吧 长条大块的牛肉 被金鱼在煲底里捞上来 再用桌面上食用的剪剪 剪成一块一块 放在一个碟仔里 撒上少少葱花 芫荽 芝麻粒 还淋了一盒小米醋 跟着味 推到慈青园的面前 慈青园把碟推回去就说 还轮不到你来真刀真枪地流血 金鱼笑了一下 眼睛睛地望着慈青园 好像有几分 应醉求饶的李规表情 她是硬 但是硬得有银性啊 坐下来之后 慈青园就想立足于科学办案 落脚于大局发展 好好地教育一下这个美女才可以 但是只要开口 都会被这个小妹带回来的 慈青园啊 这个世界上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 这么大个夹蜡随街跳 没有的 我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如果真的想要些什么 就一定要付出 你真的以为赵捷在长街上跪一下她爸爸 我就可以高酒无休了 她这份人 让奉阴违的 我如果真的想要短时间内取而代之 走自己的路的话 那就一定要她 无路可走 甘如坦荡荡地望塞慈青园 慈青园一口气都探不出来 甘如又把碟推过去 她夹了一块肉 夹杂着那一口气吞了下图 她问甘如 怎样可以这么容易 就把那个人压怯 照着催修的日子很多年了 不止一上来就把人弄死吧 当时的监控 自清园也通过其他的渠道 调过来看过一次 她感觉整个过程都透着一股很诡异的感觉 如果谁喷我整面戒没有 我肯定这手有什么 就直接摸到那个人的头上 甘如慢慢地吃着说 我老爸老母都是村霸 你以为把菜市场最好的铺面 和村里面最好的地基搁过来很容易吗 哦 流氓 难道还可以早传 你的意思是你在这里狠老 慈青园又放下个筷子 看着这个小妹喝汤水 喝到周围都是 谁娶了她真好运气了 啊 不是不是不是 我这些叫做继承家产啊 你注意安全啊 慈青园觉得自己 是一个一言九鼎的竞争局 在省厅也是排得上号的领导 在跟甘如打交道的过程当中 硬是有些婆婆妈妈的 而这个小妹 整天又把节奏带到歪来歪情的 知道了 我又不会有了 这运辞青园真的 彻底塞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本来是真心实意 想关心一下这个小妹的 但这个小妹最后 竟然和她扯皮扯到转正之后 工资待遇方面 尤其是想解决一下住房的问题 千万不要歧视她没有参加过考试 应该发的米粮一样都不可以少 这样的觉悟性 慈青园真的整面黑线 安慰的说话一句都说不出来 在行仔分别的时候 慈青园多了一眼金如的背影 虽千万人不枉耳 但她也是大胆大胆地叹了一口气 她始终都是个女孩子人家 本集已播讲完毕 欢迎听友点赞评论 和给个五星好评 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 下一集更精彩 第131集 明日吹上线的第一天 根如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那个前台大学生炒了 那个大学生真是整头霧水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她看着一个出办公桌后面 正点着一枝烟吃着 穿着一对戴头皮鞋的女老板 那对脚还搭在桌面 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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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为什么 这个女良民太过飙划了吧 前台就好像鼓起勇气 咬嘴吓吓吓吓吓 她听闻其他人说 说这个女老板和老板打了一架 把老板的老板抬过来 接着还硬是被老板打到入院 只不过最后 因为这个女良民太疲惨 不断冤着老板 到最后 竟然搞到老板在男士地面没有订期 舊老板前脚刚刚走 这个魄力拾了的女人 拿着她的公司的趋收专样合同 就作为本公司业务的流水证明 从银行那里贷款贷了十万元 交了一个铺面一年的租金 这些东西 她不单止做不出来 想都没想过 她一直都觉得 赵折这个人很把刨 在这个行业也很势力 而且前桌这个崗位 这么舒服 如果可以一直做下去 从公司到家 都是一碗汤的距离 日子不知做得多信心 而她从来也小也想不到 有一天自己竟然会被人炒鱿 你去吧 金如看也不看她 把杯子大力放在桌面上 我刚才看了一下奴母合同 还有两个月就到期 但节外吹倒了 工资我肯定不会发多给你了 你如果想去告我的话 工商局税务局奴母保障局 随时欢迎 说完之后 金如将烟头在烟灰缸上 禁锡了它 还飘了整阵的青烟出来 前桌索了一口 鼻子有点谷 整身都凉浸浸的 她窒了一下 抱着自己的伤 就出了门口 麻旦旦问金如 为什么不可以留这个人 金如笑了一下 笑得好有趣 哼 跟着下来我要做的事 不知多少人会过来踩一场 这个大学生 恩妖鬼命似的 皮肤又白又滑 一看就知道 和人吵架都不懂 如果被人骂挨打 吓得吵吵 那怎么算好 和我做前桌 有风险的 明日出整间店 烘烈烈的 只剩下金如 和麻旦旦两个人 金如看着 照折留下的人事资料 这个很明显是个火焊 《 anos90 Cleプタg famil衔》 他要在矮仔堆ø選高佬 他抽出来伺来 夫补她 怎找也找不到 一个可以做前桌的人 来看仆 選来go 选去 永远 spawn不到 一个满意的 他索性把这些人的资料 扔掉他 打开网页 打算发个赵片 呈 Cooper 把老闆忽过来 唉,我这人啊 真的千年的媳妇,还是成了阿婆啊 居然连我都可以做老闆 招人啊 麻旦旦忍不住 在旁边就有情提示他了 在网上发布招聘的 不是招那些卖保健品 就是全销斗下线的 完啊 在这个时候 郭恒毛打了个电话给金鱼 说张大发和孙简 两个回来南五市了 但他们怎么也联系不了阿金鱼 他原本已经准备好合同了 押孙简进职 做设计 张大发就做创富 但他们两个人都不知 为什么居然一口就拒绝了 硬是说要跟金鱼 郭恒毛就很无奈了 收贵里 有什么好的 节外吹那些烂鬼公司 就算可以维持正常的营收 怕也不够够做了 都不知为什么这两个人 这么想不开 死都要在这种不正规的 催修公司做 电话还没打完 张大发和孙简两个人 就空来说了 小金鱼 哎呀我们两个终于可以找到你了 早就说过你天生 就是吃收素这一行的了 我没说错 还是做回这一行 金鱼听到之后 真的没了声出 麻蛋蛋一见到他们 就好像见到失散多年的亲人 他们三个人之前交流过经历 大家都觉得是遇到对嘴型的人 麻蛋蛋就到买到买 来历不明的二手电子产品 而张大发在工地上 偷人家的钢筋水泥去买 孙简刚刚才毕业 都不知买什么鬼 就被家人扔了出来 麻蛋蛋一拍大笔就说 听到他这么说 金鱼又是没声出了 麻蛋蛋跟着 离手再拍一下大笔 把整件事敲定了 孙简直接坐前桌的位置 顶住那个大学生的空缺位 方星凯的电话一吹再吹 发过来的到期债务信息 比那些广告推送还要多 金鱼听着方星凯的电话 觉得这一个才是收索脑 而燕卓尔那边的电话 亦都是一吹再吹 他问饿不饿啊 要不要押个外卖给你 又问 累不累啊 要不要帮你订个度假村七日游啊 有时候又问 还要不要钱啊 要不要再送些给你啊 这种好像初戀那样的温暖 又前面又甜蜜 其实背后的意思就是说 你再不整理美人泰的话 我就只能够整理你了 燕卓尔这份人说话 总是在黑说话外面 包一层金颤颤的糖纸的 是典型的口蜜福剑类型 金鱼在马路对面那边墙上 抄了个电话号码回来 然后礼手就给了张大发 叫他扮症 一日之内将那些结婚症 离婚症 土地使用症 牵血症 残疾症 还有艾滋病症 热肝症 全部都扮出来 张大发就勾着嘴就说 今要扮到何年何月啊 金鱼一边转绝之筆 一边就笑着说 如果真是扮肩症的话 跑掉你的脚十年八年都扮不下来 扮流症 假的 记得拿个麻包袋啊 打车钱 报销 张大发立刻眼前一亮了 拿着那个电话号码就去办证 他是个老实人来的啊 顺手拿了店铺里面 装修剩下没有掃出去的麻包袋 现在就是万事俱备 草船借战 东风仗寺 火烧八百里连营 即将就要开始了 金鱼有些头赤 不知道是被啤酒瓶 打了一下留下的后遗症啊 还是被冷风吹了一下涉襯呢 下个月还那些是本金来的 你个月还那些是利息啊 真是读书啊 你读那么多年读屎片啊你 有一把恶屎伦敦的男声 听到令人务管都动起了 我们是贷款公司啊 又不是慈善机构 我们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介绍一个好的契爷给你 这把声就更加躁狂点 夹着过来的 我真是想还钱的 但是我没钱啊 我伯伯下个月肯定会打钱过来的 你们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让我偷多几日啊 就就几日啦 谣说把声就响起了 几日 你不见见日历 现在几日啊 偶然间有路过的人好心想问一句 发生什么事啊 就会被人好大声的凶一句就说 欠债还钱是天公地道的 你这个小姑娘欠我们钱啊 你还啦 那路人就肯快快脆脆 惊惊惊惊惊 夹弃尾就走隔不透了 而胆有小小粗的人 就会吹着口哨就说 都说欠钱的是大爷 现在啊 售数的都是大爷啊 月亮如勾 似乎勾起很多的市城 在大壳城外面的道路 因为铺设下水道 和冬天取暖的管道 就被人挖得熔熔烂烂的了 接着又蓋上打碎了的水泥混合肚 走起来真是一言难尽了 传说还说 有些穿高跟鞋的人 摸着黑走完这段路之后 结果双脚骨骂截了 眼看这两个小孩就要动手了 但是路过的人没有一个敢过来 就在其中一个人 趁起姚雪的手的时候 甘如叫了一声 呀 有这么好的事 竟然通知我通知得这么迟啊 甘如拿了一盏矿灯过来 一打开 三个人的视线都落在她的身上 摇雪望见甘如 只手一抹面 似着个恶狼 看到面包似的 撲向甘如这一边 第一百三十二集 第一百三十二集 眼睛成百多斤的肉 撲面而来 甘如一闪 然后虚惊一场 拍下自己的胸口就说 哎呀 我个玉帝大王啊 嚇死人吗 我真的不喜欢女人的 走开啦 那两匹马 对甘如的态度 都不是好得去变 而甘如她 亦都不是很分得清楚 这两匹马 究竟是哪一匹 一个 是马实 一个 是马粉 真是不知道她老爸老母 懂不懂得改名的 为什么不叫马屎呢 面对这两个庞言大物 甘如怎么都怕不起身 你们两条粉肠啊 收条素 都收得这么麻利的 还专门叫我走这趟 甘如将那盏矿灯 丢给两只马当中的其中一只 那个整面糊糊的马粉 就相当不高兴了 之前甘如搶了他们的饭碗 现在竟然串到 直接坐他们头上 摇屎都来了 姚雪见到这样的情景 立刻从地上爬起身 觉得自己这一局死硬了 什么画风来的 蛇鼠一窝 照折班人和甘如 不是应该打到天翻地覆的吗 她打电话叫甘如来 说自己现在要还钱 其实是想甘如来挨打的 这次不觉意叫了个打手过来 打自己 甘如望实姚雪 始终个恶汉扑到美女身上 真的有点力不从心了 这个世界上 怎会有这么死蠢的女人 一般的人之所以不犯错 是因为没胆去做能力以外的事 而一般没脑的人 亦都不会犯那些大错 因为想象力不够丰富 但这个小妹的脑 好像不合拍似的 可以产生神奇的化学反应 生吵吵的把自己玩死也有 就摇说这个这样的脑 想玩借刀杀人 哼 未够斑 马实和马粉两手一摊 颇有些幸灾乐祸的款 那你女儿又没钱 那我们可以怎样呢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有点赐成金的本事 就自己想咯 叫我们来做什么呢 那个方星凯忽然之间 和这个小妹同一个鼻孔出气 在未见到真人之前 马实和马粉 就觉得这个叫金的女人 肯定是和方星凯有路的 靠吹枕边风上位的 但是现在都是硬力 就连眼角眉梢都发出很重的杀气 他小想不到 一个女儿人家 身上的杀气这么重 哼 笑话 金如从小到大 帮他老爸老母 烫猪烫鸡 每一晚都有九千九 没有自带的杀气才出奇 如果他穿了整身的警服 那就是警察当中的败类 如果不穿警服的话 就整个穿霸的款 哼 硬是把拉皮条的说话 说得这么好听 你真是不怕掃黄打飞 把你送入有老院都有份 人员泰山吹着胡桑 挖着眼睛就说了 那你说下吧 怎么办先 人员泰山缩于甘鱼的身后面 嘩 这个美人泰的市场份额 不是多少 也没有那些大金融APP 的小程序推荐 也没有大肆打广告 只是靠那些借不到钱的人 在应用的浏览 不定是今还是将来 都很难成气候 我们喜小在他们 几十人几百人身上 在拔羊毛 都不知道拔到什么時候 才可以弄出一件羊毛毛衣服 在这个废旧的工地路边 听金儿说的这番话 另外两个流氓都不知道她究竟什么意思 就连遥说都成头没水 女人贪美是没错的 哎呀 但你一个穷学生 用太厉害的钱买那些几百元的唇膏 几千元的洗面衣 几万元的包 这些全部都不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的 我现在建议你 自己要赚钱 我给你推广提成 只要你做成一单 签一份合同 就免你一日的息 还有五千元以上的合同 一千元就可以提十元的提成 你觉得怎么样 金儿手里面拿着整袋子 这个是国行毛的御用律师堂律师 逐字逐句搞出来的合同 金儿望见美人泰的合同条款 真是惨不忍睹 唐律师就说 现在的这些年轻人 最多看一些专业的书籍 最多看一些小说和老残剧 又有什么用呢 都不如将我的那些刑法好好看一下 在这里找一下法家自负的捷径 当然 说这么多 唐律师的意思就是说 要懂得尊法律的空子 带肚临丹的马实就没开眼笑 唉 真是头发长啊 见识少啊 嘿嘿嘿 这就是什么 资源再利用的话 金儿真是骚都不骚他们 唉 跟这些女学生收货 算什么本事啊 我有新的合同 跟我走 这些钱 会不会太少啊 姚雪拿着合同 好优异地不想签 金儿离手就抢过来就说 哼 你不签 大把那人签啦 这些合同呀 多一个人签 我都会给你一百块的 见到金儿抢回合同 姚雪就急了 啦啦啦啦又抢回来 他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被那些贷款逼得没了解仔 因为各种各样的催修人 摘二连三地上门 宿舍的人都连连暗示好几次了 不让他再继续住下去 而辅导员和班主任 亦都跟他谈了好几次了 辛辛苦苦考上来的大学 眼看就要凍过水了 这份合同是盖了骑逢帐 不单只要骑逢签名 为了保证稳妇 还专门做了一份电子版的 姚雪不单只在合同上面要签字 还要在金儿的手机上 将自己的名字再签多一次 将他两个食指都按上手印 签完之后 姚雪望着自己对手 鲜红的印尼带着整阵很潮湿的声气 这一种红很像血 他已经写了四次名 按了两次手印 整个心就好像跌落令到冰水一样 结了冰 如果当时借钱都这么烦的话 又要签名又要禁手指墓 我就不借了 又是一张信用抵押多一次 你不是已经熟门熟路的吗 更何况今次的价钱多好啊 起码可以卖你的口才 而不是卖其他 金儿笑着说完之后 将合同随意地摺了两下 装回到袋子里